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这个横财纹 横财纹是在哪里呢 其实横财纹它的位置有几个位置 首先一个是在拇指的第一和第二指节之间 出现这种横条的纹路 或者是这种格子纹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在正弓和根弓的位置 出现很多条这种纹路 这个跟这个烦恼纹有点类似 但是有区别的是 它一定要覆盖正弓和根弓两个位置 并且它这个纹路非常有条理 非常清晰 烦恼纹非常乱 非常杂乱 所以说这个有两种 那么这种纹路一般都是代表早年 对工作保有很大的热情 到中晚年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运势会这个慢慢的起来 就是大气晚成的一种 并且呢 它如果是中年运势起来的话 它一定是有大成就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当中的一些知识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后宣经 而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或者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